渤海某综合训练场 直升机起飞后 采取密集编队 超低空突防等战术动作 规避雷达侦测 向防空阵地抵近飞行 防空分队迅速进入作战状态 雷达开启组网 展开搜捕跟踪 直升机超低空突防至防空雷达 组网侦测范围后 多型雷达对空中目标进行锁定 直升机分队被锁定后 迅速采取战术动作 甩开雷达锁定和跟踪 我们的耳机中会迅速传来 各种密集的告警声 那此时呢 对我们飞行员的心理 会产生极大的压力 在被雷达侦测和锁定的同时 由掌机迅速下达口令变换阵型 下降高度摆脱雷达的侦锁 防空分队突出重点侦搜方向 采取加大雷达扫描频率 对突袭直升机进行搜捕 我们按照飞机之前的飞行轨迹 进行重点方向的搜捕探测 最终在飞机突防我阵地之前 又成功发现了目标 并进行了机会 此次演练 直升机分队和防空分队 在时兵对抗中检验了装备性能 完善了作战数据 双方侦查与反侦查 突防与反突防 打击与反打击作战能力 得到有效提升 此次背对背 不色欲望的士兵对抗 让直升机分队和防空兵分队 在实战化条件下 建招拆招 攻防对抗 进一步检验飞行员 低空 超低空 掠海突防能力 封队编组作战能力 防空兵对低慢小目标的 征收能力和多种战术 战法拥有效果 也为继续探索 优化下部训练提供了 有益经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